我們在講奇門的應用是多變性 我們都知道我們可以用在生活上 生意上 地理選擇風水應用 以及一些醫學上的救病 我們在講在醫理上 可以做一些風水或法術的救病 因為中間來說 我們所講的奇門包括了天盤和地盤 也是人盤在中間 我們在講地盤的時候 有很多事是隱藏性 有很多事是肉眼未必看得到的東西 譬如我們在講其中有一個星 是跟醫學有關的 叫做天盤 天盤這個星的性情是隱藏性 不單是隱藏性 也就是職類性 是年代職類性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屬土 它是屬土 在這個生活之中 我們在講很多情況 我們在講家族的遺傳 或者是持續性 這就是天盤星所代表的一個意念和恭偉 所以我們在應用的時間 我們在講醫學上面 當然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資料搜查 我們不是提倡你用一個方式去治病 肯定一件事 如果是任何身體不舒服的時間 以你的醫生為主 這個我們在講在奇門上面 只不過拿一個參考資料 是 我們在生活上面應用 我們所講的 譬如這樣說 我們都知道現在 我們在長途汽車駕駛的時間 我們都會應用到什麼呢 就是叫做衛星導航系統 這個衛星導航系統是什麼呢 就是通過天上面的衛星 地上面的接收器 我們的一個叫做導航的一個程式 這樣才可以操作 是吧 但是我們在講的 在奇門的理解上來講 我們就是可以遇上 作為我們的生活 成長和事業的一個導航系統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在未曾開車之前 你是做足了資料搜集 你是預期了你的成功機會率 你是知道了你自己本身的位置 以及能力 這樣你就可以 抄小路 抄近路 給不給高速公路的道路收費 給不給過橋收費 這個是你自己有所選擇 所以這次我們在這麼短時間來講 帶出這個意念 希望大家能夠通過一個知道 首先你要知道 然後才可以叫做知到識到靈活領用 到精於利用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介紹 奇門遁甲的其中一個目的 師傅 我了解奇門遁甲 是一個這麼好的知識 一個工具 如果真的想認識 或者想學習 其實你也可以有辦法 我也是一個大學生 一個年紀大的學生 我每天都是在學習的 是的 是的 但是問題我們必須要 譬如我們是做一個風水命理的操作 我們必須要 叫做 盡量去將一些 原學的理論 在操作上去印證 去印證 譬如我們剛才有一個部分 就是介紹了我們今天錄製的一個時間盤 是 一個時加奇門盤 也是剛才我們的目的 介紹給大家的時間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就是說我們的操作中間 是怎樣去利用這個時間 其門盤的操作 的意念 嗯 所以我們在說 就是說 我們是有一個教學的渠道 嗯 但是也希望 就是說 大家 必須要去有一定的一個 叫做 原學的修圍 你才可以操作 當然 我們說 我們提倡學習 這個是我們不反對的 是 因為學習是程序戰進 是的 是的 OK 好 希望往後的時間 就可以請教 邵志榮師傅 更多關於一些學術 原學上的問題 好 多謝黃偉 拜拜 好